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他是共同的相互的切磋 对对 本身武术不论是西方的国际术 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 他的武术的本性 武术的本来的面目应该是海纳北山 你包装嘛 对 我们应该不同的权种 不同的所谓的这些技术 把它融合在一起 才能够无畏武术也好 无畏格斗也好 把它们发扬出来 我认为是这样 放松着流 别见怪一些问题比较尖锐 传统武术界很多老师认为 你练行一拳 就正儿八经的也按着行一拳练 你万一练练摔跤 练练练搏击 你这有点叫什么 就把自己的门派抛弃了 或者怎么样 反正对这种行为是有点 不太让大家去 现在和传统去结合 你是怎么看的 这一下的朋友 他这个观点的 这个观点 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可以给大家证明 当然我们是练行一拳的 我们不排除其他权种的优秀 和其他权种的 他们的各取的地方 比方说永春拳大家都知道 对 永春拳 李小龙我们近代的也是一个大家 也算是一代宗师 李小龙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当时也有很多的老师傅 说他 怎么说 应该说是 叫做不纯 永春拳不纯 不纯 那个是我们叫有辱是美 这种传法都有 但他就是把永春和西方的好多的东西 然后通过自己的融合 对 把它有机的融合起来 对 他就认为这个武学的这个这个 这个他这个包容性应该比较大 所以最后成了一代宗师 所以我认为这样 如果单纯呢 我们是有名派之间 或者有权种之间 我认为这样呢 对于传统武术的发展还是不利的 是不是像古代的这些老前辈 我记得 反正李洛南 包括像李存毅先生 也都学过什么行业八卦 也是各种权 他们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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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也是希望自己的徒利 学到了一定的修为以后 他还是想把它放倒下去 比方说那个我们那个近代的八卦 宗师东海山先生 东海山这个大师 他也是这样 他的几个老师认为他最后 能够开中立派了 也是融合了很多的这个 不同的权种和权 最终他创造了自己的 独断的这个八卦章 所以我认为这个呢 还是不应该有 名户之间和权种之间 对 还不应该有 当然了现在呢 好多这个 包括这个这个散打运动员 还有全职运动员 他们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 退役以后 可能会学习一些 比方说现在我们的 这个太极拳 对 或者是现在当了 这个太极拳 也有很多 很多是太极拳 养要生 或者是调整一下身体 也是很好的 也是一种好事 想了解赛事的具体细节 欢迎私信 或者在视频下方回复 我们会为大家解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